再來新竹這發生了一起虐嬰事件 而且這名小寶寶居然才出生10天 在新生兒的這個情況 被照護人員居然以頭下腳上 就是倒在衝拎著的方式 把他甩到尿布台上換尿布 爸媽發現寶寶怎麼會有瘀青 一查才發現讓他們好心痛 照護人員拎起嬰兒雙腳 以頭下腳上的方式 將小孩甩到尿布台上換尿布 還將嬰兒抓起層空 以倒立的姿勢在洗手台沖洗 完全不顧剛出生的嬰兒頭部有多脆弱 父母看到監視器畫面 實在是又氣又心疼 這起虐嬰事件發生在新竹縣 一間產後護理之家 當時父母發現孩子臉上出現瘀青 產後護理之家變稱是小兒黃蛋 因為不放心到其他醫院檢查 才確認就是瘀青 嬰兒父母氣得提告 這才查出這名照護員 並沒有護理执照 社會處移植對照護員開罰6萬元 不只如此 新竹縣議員連育庭爆料 這名照護人員其實早已被起訴 產後護理之家還對外宣稱 檢察官是裁定不起訴 我們手上已經握有起訴 就是想要誤導民眾說 這個只是小事情而已 產後護理之家也作出回應 表示已經解雇這名照護員 已經解雇這一個員工 並強化督導的照護員 還有加強訓練 目前中央針對護理機構的評鑑 14年一次 但地方每年都會定期做考核 並將結果潑上網 有這個督導考核的結果 讓民眾能夠得到正確的資訊 剛出生10天的新生兒 慘遭暴力虐待 政府要好好加強督導措施 以免類似事件再度發生 記者何孟謙 王毅德 新竹報導 好 再來有一輛保時捷修旅車 開在台中南屯的文心路 結果沒想到呢 被後面這個黑色的賓士撞上了 哇 這幾車禍也來民眾討論 因為呢 肇事的黑色賓士呢 是素有賓士之王稱號的麥巴赫 新車價888萬 然後據說加上選配一台可能破千萬 哇 這一狀這維修費 也讓大家覺得很驚人 恐怕是不下百萬了 車水馬龍的台中文心路 發生車禍 一部黑色轎車撞上在 內側車道的白色休旅車 這一狀沒想到引發民眾熱烈討論 那個撞到它有一步很輕鬆 有沒有怎樣呢 一棟房子在路上開 真的是很心疼 撞來撞去 全都不見了 原來肇事的黑色轎車 是有賓士之王稱號的麥巴赫 這款車型新車價888萬元起跳 再加上選配車價可能破千萬 事故照來看 這台麥巴赫坐牽保桿 大燈疑似都有毀損 維修費用恐怕很驚人 被撞的則是保時捷的修旅車 右車身也被撞毀 兩台車都不便宜 開上路一個碰撞 撞出了百萬修車費 記者六文斌連家親王世函 台中雲林報導 在台北市的大安區說 在去年也發生了這樣一個案子 一名富人他要去遛狗 結果他就讓狗狗這樣子 隨便的走在路上沒有牽繩子 結果狗狗衝到馬路上闖紅燈 又突然間折返 這機車騎士當時怕會撞到狗 所以他就緊急剎車 結果反而是自己摔車 摔得很慘 全身是傷 腦部也受傷 判決出爐 富人雖然是緩刑 但是還是需要賠償摔倒的騎士 65萬元 一隻黑色小狗闖紅燈 沿著斑馬線衝了出來 卻不見主人蹤影 只見狗狗跑到一半 卻突然停了下來 接著一輛摩托車飛遲而來 狗狗竟然回頭 騎士閃避不及撞了上去 造成騎士重心不穩 當場慘摔 機車倒在路上 騎士物品也散落一地 這起車禍就發生在台北市大安區 一名富人遛狗不牽繩 放任狗狗四處亂跑 蔡新騎士經過路口 猛然撞上 離田重衰 傷勢包含蜘蛛膜下腔出血 腦部受傷及肋骨骨折 傷勢嚴重 蔡新騎士當場倒地 後來有腦出血等症狀 都性婦人所飼養的米克斯 則是當場死亡 如今法院判決出爐 法官認為 富人在遛狗時 應該採取防護措施 依過失傷害將婦人起訴 但念在婦人犯後態度良好 輕判拘役30天 緩刑3年 雙方調解後 富人需要賠償騎士65萬 小狗今天造成騎士的跌倒 有過失傷害的情形 主人也應該負相關的責任 也就是過失傷害 雖然雙方已經達成和解 但騎士因為傷勢嚴重 如今甚至出現失憶等後遺症 富人遛狗不牽繩 不僅和愛狗命喪輪下 騎士所受的傷 恐怕也不是幾十萬 就能完全匡富 記者姚立強 尤濤 台北採訪報導 這是在高雄發生了一起 這兩輛車對撞 男子當時是準備要扶起 被撞倒的機車 結果看到當時女駕駛 穿著瓶口小可愛下車幫忙 這影片PO網之後 還被網友開玩笑 下了一個標題說 這真的是最美車禍 休旅車和機車在路口發生車禍 機車被撞得很倒在路上 男子正準備扶起自己的愛車時 一名馬尾正妹穿著瓶口小可愛 著急的小跑步到機車旁邊 一起將車子扶了起來 原PO說這名男子還笑笑地說 沒事沒事我來就好 車禍衝突的氣氛 瞬間一掃而空 影片曝光後馬上吸引了 兩萬多名網友按讚 四千多則留言 不過留言大多居然都不是關心車禍 看來這是最美的車禍了 男子看到正妹瞬間痛都沒有啦 免賠償但聯絡方式一定要留 另外在桃園市文山路 汽車在路口停等紅燈 印銀安全帽都沒扣好的短裙女子 搖搖晃晃地騎著車跨越雙黃線 從左側超車 差一點撞上對象的休旅車外 又差點和後方的機車發生擦撞 女子違規的影片被PO上網 本來想提醒民眾不要跨越雙黃線 但沒想到女騎士一雙白皙的長腿 引來網友歪樓 看來行車紀錄器掌握了流量密碼啦 女子違規要檢討 但我只看到美腿跨越整個螢幕 她跨的不只雙黃線 還有我的理智線呢 車禍驚險瞬間讓人捏拔冷汗 違規的畫面也十分危險 不過正妹入境意外成為大家的焦點 記者張浩宗的報導 好 大家重點要放對好嗎 你們重點有放對嗎 再來我們回過的河來看 去公園玩為什麼會完成 有人說像鐵板燒一樣 這個是什麼樣的公園啦 台南市政府花了3300萬 這麼多錢應該不錯吧 南區打造這個全新公園 其實看起來真的不錯 大船來了 看起來就很好玩 四月剛啟用 結果家長發現 你知道嗎 因為在台南很熱 太陽很大 完全沒有遮蔽物 沒有樹 沒有遮陽的地方 他說帶小朋友去玩 真的玩到一半 大家都會覺得快要曬成人乾 還有這個溜滑梯 因為太陽一直曬 結果變得很燙翻了 像是小朋友去溜 好像人肉鐵板燒 小朋友從溜滑梯上滑下來 興奮地爬上攀岩神再玩一次 上樓還有四層樓高 船造型有了設施 天氣熱還是什麼 設施都比較燙 比較不安全 大太陽下溜滑梯立刻變成人肉鐵板燒 小朋友覺得好燙好不舒服 這座健康綠洲公園 遊樂設施占地350坪 主題大船來了 耗資3300萬元 但沒有遮陰會燙屁股 卻成了沙漠之船 石頭那邊就覺得很冷 所以才跑過來這邊 上面的溜滑梯那個塑膠的那個也會 3300萬打造的公園遊樂設施實在太燙 也在網路上引發討論 網友說沒有遮陰熱爆了 小朋友曬成人乾 刷一排BBQ 咖成燒起來啦 有的算說在哪 秋天再去 甚至提到晚上沒有燈光照明 因為它本身是A5RB的材料 也比較不會燙 我們是選用這種材料 也比較不會燙的材料 工務局將找專業設計公司評估 設置遮蔽設施或是新職橋木 讓小朋友們能玩得盡興 也會加強夜間照明 不讓公園成為治安死教 記者賴關章 王書宏 台南報導 接下來科普一下 這個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 不會感染也不會影響到你的皮膚 所以小朋友孕婦也適用 萬萬水神不傷人體 適合長時間多頻率的使用 如果不夠用的話 可以乾脆把生成機 買回家自己來使用